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给国家看到就是我们港澳人是在这边工作 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我的名字叫刘彦欣 然后我来自澳门 然后我的硕士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现在是在南沙区财源管理局里面担任招商引资专员 我是4月1号务职的 到现在起其实已经工作了三个多月 我们本次招聘的一共有四个 除了我是澳门以外 其他三位其实都是香港籍的 我目前负责的项目主要是有三个 第一个是港科大广州项目 另外一个是中铁隧道局新型产业园项目 还有一个北京京雕项目 每天工作的流程 其实我一早来到单位 肯定是先写一个今天的一个计划时间表 就是要做什么一些内容 写完以后的话就是我会跟这些项目的一些相关负责 会沟通一下解决这些项目 在它的整个筹建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难题 比如它一个暴提帮件 它的一些基础配道 以及它的一些就是现场施工的 遇到的一些问题 在外韩看来他们总觉得这些项目 从建设到落地肯定是亦凡丰顺 但是我们作为整个参与者 我们就会知道 不管是再大关注度再高的项目也好 它在筹建过程中总是会存在多多小小的问题 我记得我刚入职才过两三天 南光集团就过来这边要做一个调研 他们的整个调研计划 以及它的一些座谈会的一些设置 这些环节都是我来写的 那时候我记得是把他们带去了 就是南沙树柳区块 对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 会有一个先大致上的了解 他们有 他们说 没想到你们现在都造了个澳门人 不得了 会这么调侃一下 我们承担招商引资的一个值得的角色 我觉得在面向一些港澳企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发挥自己一些独特的优势 降低两地之间的一些沟通成本 我第一次来内地其实是小时候 我是跟我爸妈从澳门过关到珠海那边吃海鲜 以前珠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去道去吃海鲜的城市 就这样子 对 我爸爸是广州的 然后我妈妈是澳门的 其实小时候的话就是爸妈会跟我讲一些 北大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啊 然后大概是上中学的时候慢慢就有 开始有这个概念 就要想着就是要不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是不是得就是要多付出一些努力 然后让自己有机会进入到北大这个顶级的学服去学习 刚到北京第二天我父母就马上天还没亮就把我抓起来 说赶紧去天安门看升旗了 然后我们就我记得我当时应该是四点多起床吧 早早的过去 然后我爸妈的时候是跟我说 早点起床 你再晚一些你就bub不到那个前排的位置了 对就感觉他们就把这个看 看作是一个很庄严就很慎重的事情 当我第一次在那个升旗仪式上面看到那个 士兵们仪仗兵们把那个国旗还还升上去的时候 我是油然而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吧 这也是就是觉得自己毕业以后要投身到大湾区的一个发展动力之一 一开始澳门那边的同学跟朋友啊 他们也是会觉得为什么要去内地这边工作呢 求什么呢 这不是主动去找难受吗 他们当初是有说叫我劝过我 是说叫我回澳门一起发展啊 在内地工作的话我觉得工作压力更多节奏会稍微快一些 但也同样的你也可以在同等时间下 你能学到的东西跟接触到的东西也会更多一些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也是时不时不跟他们分享一些我所见所闻嘛 就比如先跟他们说我跟了几个什么港科大广州项目啊 中美社交局啊 还有北京进调项目啊 他们第一时间听到就说哇 你怎么刚进去才是个菜鸟 好像就跟一些好像很高达上啊似的项目这样子 他们也逐渐的被我就是稍微有点吸引到了 所以他们就有跟我说过 要是你在平时工作啊 碰到一些比较好的工作机会也推给他们 越港澳大广区它的未来肯定是即将崛起的一个 世界性的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一个弯区 我也非常自豪自己能成为当中的一个一份子 也希望确实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为整个弯区建设出一份力 我们作为就是港澳青年第一批来到南沙这边工作的一些工职人员啊 其实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着就是内地这边对对我们港澳一些青年的一个工作印象啊 所以的话我也会觉得自己确实有必要要做得更好一些 让内地的跟那些企业就承认我们的工作能力 也开放更多的一些好的工作岗位 来吸引我们港澳的青年过来这边工作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